那時候 上主在埃及國 分事回身 和阿羅說 你們要以本月 為你們的聖餘 為你們宣誓一年的首月 你們應分事以色列輩眾 本月十日 探望每人照家族 準備一隻羔羊 一家一隻 如果是小家庭 是不列一隻 家長英皇附近的鄰居 安照人數 共同預備 並照每人的飯糧 估計多吃的羔羊 羔羊應是一歲 無殘疾的羔羊 要由綿羊 劃山羊中挑選 把這羔羊 留在本月十四日 在黃昏的時候 以色列全體會眾 便將這羔羊宰殺 各家都應取舌血 同在在羔羊的房屋 兩邊門框 旺門微尚 在哪一夜 要吃肉 肉要用火烤 和無烤餅 及苦菜一起吃 你們應這樣吃 蓄著腰 腳上穿著鞋 手裡拿著棍著 急速快吃 這是向上主守的如月節 這一夜 我要走遍埃及國 及將埃及國的一切守身 無論是人的心速 都是叫殺死 對於埃及的眾神 我也要嚴加懲罰 我是上主 這血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 當作靈的記號 我打擊埃及國的時候 一見這血 就與過你們毀滅的災禍 分落在你們身上 這一天 張視你們的紀念日 要當作上主的節日來慶祝 你們要西西代代過這節日 作為永遠的不愧 尚主的節日